开分7.5被称为国产悬疑片天花版级别 消失的他这篇到底有多猛 故事层层反转不到最后一秒猜不透结局 是提到这部电影时最常出现的评价 但是本篇这种多重反转靠的不仅是精巧的设计 更是戳破人性的至暗一面 也为观众上了一堂婚姻教育课 影片一开头就将悬疑感拉满 一对新婚夫妻到东南亚度假 妻子离奇失踪整整15天 警察也不肯立案 眼看签证还有5天到期 丈夫快要急疯了 结果就在第二天突然冒出一位陌生美女 自称是消失的妻子 丈夫坚决不承认 但种种证据却表明女人并没有说谎 她不仅护照资料匹配 对夫妻关系了如指掌 丈夫的手机里也全是与她的亲密合照 酒店的人认得连监控都曾拍下她的脸 甚至警方调来的入境照片也清清楚楚证实 女人就是丈夫的妻子 而男的百口莫辩 失踪案也因此撤销 接下来电影还设置了一个烟雾弹 丈夫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 难免导致观众认为也许是她出现了幻觉 或者有精神分裂 才会把妻子认错 但作为一部高分悬疑片 真相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简单 不过无论真相如何 夫妻两人必然有一个在撒谎 短短四天时间真相多重反转 并且每一次反转人物刚建立的关系也会就此推翻 好人变成坏人 坏人变成好人 每个人都各自藏着秘密 上演着一出又一出螺身门 全员封批直烧每个观众的CPU 但以上这些也仅仅是电影作为爽片的属性 而除开这种爽感之外 消失的它献给观众的 更是一则关于婚姻的真言 影片多次以梵高的新月夜 来暗喻主人公的婚姻关系 也是堪称绝妙 黑夜笼罩下的星空 虽然绝望 但也有希望 可这一点希望 也恰恰正是感情里最危险的地方 相信爱情会修复一切 相信爱情会让人改过 但往往最致命的伤 是来自最亲密的人 当然除了新月夜外 影片中所引用到的梵高画作 包括向日葵 麦田等等 一整个艺术性和隐喻拉满 在这里就不多剧透了 与陈思诚之前的作品对比 消失的它在类型和人物关系上 走得更加极端 之前的唐探系列 因为要兼顾推理和搞笑 成了一种合家欢的效果 而再之后的误杀 则是还原生活状态的现实主义 但消失的它则会更加戏剧化 通过多层嵌套的解谜 剥开覆盖真相的迷雾